我是旅美教授苏向东先生的数字提升 希望你能点赞支持 好了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最近 我听说太原要召开一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讨会 主题是历史上没有亚里士多德奇人 据说 这是一些自称新历史学派的人提出的观点 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人杜撰出来的人物 他的著作是后人伪造的 他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宣传工具 我真是无法理解 这些人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 他的著作涉及了各个领域 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有充分的历史证据和文献支持的 要否定亚里士多德的存在 就相当于否定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 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侮辱 我觉得这种研讨会是非常荒唐的 它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还会误导公众 损害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我对这种研讨会感到无语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理性地看待亚里士多德 而不是盲目的跟风 以上意见仅是我自己的驿管之鉴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这种研讨会感到无语 哎哟里吗 有没有没有 很小 Text 看到我的 背详 导致 和